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打算和大家講一下 關於我們的國家國慶的故事 因為很快就 十月一號又是國慶日 今天我們就打算講 七十一年前的 開國大典的故事 通常我們講的事件 都是小學老師都教 時地人物 首先講講時間 你知不知道我們開國大典 是在七十一年前的 什麼時間舉行的 不是上午嗎 就不是上午 我們知道去年 七十週年的閱兵儀式 六十週年 再之前那些 基本上全部都在上午舉行 但是我們的開國大典 其實正正就不在上午 而是在下午的 三點鐘 為什麼呢? 其實原因就是 當時1949年的十月一號 這個開國大典就證實 就是見證著我們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但是那時候其實 整個中國的解放 還未真正完成 比如在廣東、廣西、四川 這些地方還有很多地方 還在國民黨的軍隊控制當中 而他們基本上 因為越南近的失敗 基本上都是垂死掙扎 派出很多這些空軍 遠赴到我們當時的北平 即現在北京、天津 和上海這些大城市 是進行空襲的 而那時候國民黨的那些 轟炸機 主要都是靠美國人 用這個美制的B24轟炸機 這個轟炸機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它的夜行能力是很差的 而且要由四川或者廣東這些地方 長途拔洩去到北京去空襲 要飛很長時間 所以它通常都是選擇在什麼時間去空襲 都是選擇在上午 因為它晚上空襲的話 它回程那段時間很大機會 已經是天下了 如果它下午才出動 它飛由所佔 即它本身的機場 都在我們的西北面 飛去北京的話 其實就是整程的過程當中 那個飛機都是向著太陽飛 會很影響到那時候的飛行員的視線 對於空戰來說非常不利 所以通常都是選擇在凌晨時分 在他們所佔的機場出發 上午就去到北京空襲 所以它是不會選擇在下午的 而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才定的呢? 其實是去到開國大典當天 提前五個小時 才透過這個新華廣播電台 公告全世界 原來後來發現 國民黨的軍隊 真的有計劃在10月1日空襲北京 不過最後它是放棄了這個計劃 為什麼會放棄呢?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講完時間 講到地點了 你覺得開國大典在哪裏舉行? 天安門 對於我們今時今日來說 基本上中國我們國家有什麼大型的事項 都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 因為這個是我們現在全世界最大面積的一個廣場 但當時其實在選擇天安門廣場之前 其實當時的中央是有困惑過的 原因是什麼呢? 當時毛澤東說 因為他們很重視這個初戰 初戰即是第一次嘗試 而今次的閱兵 即是當年的開國大典閱兵 亦都是第一次嘗試 所以究竟選擇在哪裏 就要非常慎重 當時原來是有兩個地點 是作為選擇的 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天安門廣場 另一個其實就是西縣機場 即是北京的機場 這個為什麼會選擇在當時兩者都有好處 就是各有優點各有缺點 天安門當然的好處就是因為它在市中心 就是方便市民到達 因為有幾十萬的民眾要去參與 但在西縣機場原來在1949年3月25日 即是中共中央首次由西柏坡 即是河北省的西柏坡遷入北京 即是第一天進入北京的時候 就曾經在這個西縣機場 就進行過閱兵 不過這個閱兵儀式 當然就不是一個很大型的儀式 那麼西縣機場的問題就是它沒有一個檢閱台 即是沒有天安門廣場 可以坐在上面看 是的 而且呢 也都在郊區 對於當時北京來說 要將幾十萬的民眾搬去那裏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其實當時就算選天安門 都面對著很多的困難 你猜是什麼問題 很容易被人空襲 都不是的 空襲的問題 我們待會說到飛機的時候再說 天安門廣場原來 本來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廣場 天安門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廣場 其實是在建國之後再慢慢修緝的 例如人民大會堂 就是第一個年計劃的時候才有的 然後附近的 就是對面的國家博物館等等 其他的建築 全部都是建國之後才慢慢建的 而天安門這個地方 原本因為在清皇朝敗退之後 已經抹落之後 其實經過這麼多年的戰火 就是民國的時期 已經是一個非常殘破不堪的地方 也都是當時 在天安門的城樓上面 你猜最多是什麼 鳥巢 不是鳥巢 是鳥巫 原來那裡上面的白甲的糞便 就是野甲的糞便 多達幾十噸 這麼誇張 加上天安門前面有個什麼 天安門前面有個城池 是那個滬城河 那個叫金水河 當時的金水河 基本上就是滬城河 就是人們刮出來 就是開掘的 那些沙水有淤塞 然後有花臭 基本上整個環境 跟我們今時今看到的 是天淵之別的 在1949年8月9日至14日 第一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 決定要重新整修天安門 和天安門廣場 使得可以一個潔淨的狀態 去迎接新中國 和開國大電 當時就立刻召集一些人 去幫忙整理這個廣場 非常之多的民眾報名參與 最後是抽籤的選擇了個名單出來 而且因為天安門廣場 當時日久失修 有很多坑洞 一日之內填平了309個坑 所以其實定下這個地點 是去到最後1949年的大概9月份 距離開國大電 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當時擔任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的主任 周恩來提出了這個意見 他就說 認為開國大典 都是以天安門選子為比較好 時間就再定 並且邀請由聶榮樽擔任粵兵總指揮 大將軍 開國十大元帥 是 朱德擔任粵兵總司令 大致上毛主席同意了 於是地點就正式敲定在天安門廣場 時地之後就說人 當然人物有很多 即是開國領導 但是這次我不是想說裡面的人 我們想說拍下這些人的人 不是俄羅斯嗎 不是 當時有一位開國大典的照片 最有名的照片 就是由一位女攝影師 叫做侯波去拍攝的 當時其實呢 因為我們國家剛剛建立 一窮二白之下 那部相機都是繳獲回來的 是一部是德國際的 六萊一二零相機 那裡面的膠卷呢 就只能夠 每一個擺放12張底片 而當時這位侯波呢 他身上就帶了8個膠卷 就是可以拍96張照片 果然是 其實數快 但是呢 其實呢 當時因為我們所有的物資 自己國家都未能生產 當時的膠卷是哪裡來的呢 你猜一下 德國 是在香港買的 是在香港買回去的 當時的設備非常簡陋 你看到它的鏡頭是沒有廣角鏡 所以呢 其實它後來呢 就是在回憶的時候都說起 它的相片呢 就是很多人未必被它拍到進去 它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設備實在太簡陋了 那呢 而那8卷的膠卷裡面呢 基本上呢 它每拍一張 它自己都計一計數 因為整個開國大典當中 它只能夠拍這麼多相片 不過它最後呢 是沒有拍完8卷的 它只是拍了3卷半而已 因為好像現在 我們用數碼相機拍完 原來的而已 不是才不想要 但是當時的膠卷呢 就是這麼珍貴之下呢 那它每拍一張都很講究 那雖然呢 你現在看回那些開國大典的照片裡面呢 可能光線啊 布局啊等等都未如理想 但是呢 在當時的情況下 這個可能已經是我們最好 能夠做到的事情了 那除了時地人之後外呢 那開國大典一定要講 升旗儀式 是的 而升旗當然需要有 有旗桿 嗯 那好像我們去年70周年有套 《我和我的祖國》 好像它的旗桿都在臨時臨急 在開國大典前才完成 是的 沒錯 那當時呢 這個旗桿呢 又有個故事要講的 因為呢 開國大典之前呢 其實北京呢 還有大量的國民黨的特務 所以呢 其實9月30號 第一屆的全國政協會議呢 就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 通過的時候呢 但是同一天呢 在天安門廣場那裡呢 是發現到有個炸藥包的 那除了炸藥包之外呢 剛剛那個旗桿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呢 原本的設計呢 是希望將那個旗桿呢 設計到好像天安門廣場一樣高 35米高 這個問題呢 對於我們今時今日來講呢 基本上就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35米也好 45米也好 很容易而已 但是對於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來講呢 要解決個旗桿的問題呢 都是一個頭號的難題 那這個旗桿的工作呢 就交了給這個北平建設局負責 那這個負責人呢 就是你去年看的電影講的那個 林志遠 那他最後呢 在哪裡找到這個旗桿的材料呢 就在這個北京的自內水廠呢 就找了四條呢 不同直徑粗幼的自內水管 嗯 之後呢 通過刊接呢 將它駁在一起 但是最後呢 這條水管而形成的旗桿呢 只是有22.5米 都是不夠長的 不過呢 這個呢 最後都被這個上級呢 就是同意了啦 因為沒有辦法了 就是真的做不到35米 然後呢 他就要設計那個電動裝置了 因為呢 在整個開國大典的設計當中呢 你記得 是哪個負責升旗的 這個按鈕 毛澤東 是 那 是毛澤東負責按鈕的嘛 那那個電動裝置呢 也是由這個林志遠去設計的 那基本上呢 開頭的時候呢 就每一次呢 都是成功升到上去的 那個升旗裝置呢 是由毛澤東按鈕啦 那 確保呢 手國歌播完呢 之旗就可以升到去 那個頂的了 沒錯 那這個整個工序呢 去到9月30號的中午呢 就終於全部安裝完成了 那但是呢 經過反覆測試呢 在9月30號的晚上呢 就發生意外了 嗯 還記不記得發生什麼事呢 那電影講 跳仔 不是跳仔 是那些旗桿升到上 那些旗升到去 旗桿最頂那裡 不懂停 卡住 但是那時候呢 已經將所有的棚架呢 拆掉了 嗯 那所以呢 而那個消防車的環梯呢 也不夠22.5米高 還差幾米 那所以最後呢 是由一個棚架工呢 就冒死地爬上去上面呢 將那支測試的旗呢 拆下來 那最後呢 在開過大點的時候呢 林志遠呢 就是默默站在毛澤東後面 然後去到星期那一刻呢 之前呢 他就小小聲呢 就跟毛澤東說呢 就說 你只要將那個按鈕呢 扭一下呢 就可以了 那其實他當時都很害怕呢 同時他有個斷電裝置 因為他很害怕升了上去 還會繼續升 嗯 那又會再卡住在那裡 那最後呢 那次呢 開過大點的時候呢 就沒有再出現這個問題了 那除了旗桿之外 那當然要講一下我們那支旗啦 那支旗呢 那支旗呢 就跟開過大點呢 的關係就比較少一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呢 當然那一天呢 就是升起我們新中國的第一面 五星紅旗啦 那但是呢 遠在當時還屬於四川的重慶呢 嗯 都還落在這個國民黨的手上的 那裏裡面呢 還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洞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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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量的共產黨員呢 就被捉了做俘虜 捉在那裏 那裏呢 而他知道呢 他聽到呢 會升起五星紅旗呢 基本上呢 大家都沒有見過五星紅旗是什麼樣的 嗯 按照他們的想法呢 就在那個洞裏呢 就自己整了一面五星紅旗 那他們呢 很希望呢 去到當重慶真的解放的時候呢 他們可以將那面五星紅旗呢 升起上來 但是很可惜呢 去到1949年的11月14日呢 即是重慶即將解放之前呢 嗯 包括這個江竹軍 這個江姐在內呢 二百六十幾位共產黨員呢 是沒有迎來這個重慶的解放 那最後呢 就沒有見到 即是沒有親眼目睹這個重慶的解放 和這個新中國的成立 那 剛才講完升旗儀式 那最重點當然是要閱兵 那當時你猜一下我們這個閱兵儀式 閱了些什麼兵呢 嗯 嗯 飛機 我們當時這個閱兵儀式呢 被堪稱為 萬國武器展覽會 嗯 為什麼呢 全部繳獲回來的 是的 當時呢 我們有些數字的 那整個閱兵儀式呢 檢閱的這個軍事器材有多少呢 一共有17架飛機 火炮呢 就119枚 那麼 坦克和其他汽車呢 就200幾架 那麼當中呢 最多的是什麼呢 是戰馬 一共有2344匹 嗯 那麼基本上 剛剛說的那些東西呢 只有一樣東西是國產的 啊 是的 沒錯 那麼其餘的呢 全部呢 是來自於24個不同國家 98間不同工廠生產的 這些軍備 那麼當時呢 最令人 即是 觸目的呢 當然就是我們 新中國呢 是終於有空軍的出現 但是呢 這個飛機呢 就只有17架 嗯 那麼 而這17架呢 原本呢 還未被納入這個閱兵的 儀式當中 的 而這個飛機呢 原本還未納入這個閱兵當中 那你覺得為什麼呢 因為太少了 不只是太少 是因為硬件不行 即是飛了上去 怕掉了下來 那麼所以呢 所以呢 當時最後的授閱 這17架飛機呢 其實都是東拼西丑 夾起來 有什麼教練機 其他矯鑊的 之類的飛機都有 那麼去到1949年8月下旬的時候 當時負責這個籌備 這個閱兵典禮的 周恩來 朱德 和這個聶榮津呢 就去到 經這個南院機場 見到一些飛行員 就問他們 現在情況如何 你們可不可以飛 你們可不可以飛來看看 這樣 那麼呢 就見到這17架飛機呢 就編隊的飛到上去 又安全降落 那麼最後呢 才將這個空軍呢 納入我們這個 開國大典的閱兵儀式當中 那麼 而且這個閱兵儀式裡面呢 有一件事呢 是全世界所有閱兵 從來沒有做過的 嗯 就是這個飛機呢 是攜彈的 哦 為什麼呢 怕被人空襲 沒錯 當時呢 就已經說明了 那17架飛機裡面 有四架是攜彈的 那麼這個是 所有世界的閱兵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因為閱兵 只是檢閱而已 不需要攜帶彈頭 不需要攜帶炮彈 因為 當時呢 就是隨時怕 這個國民黨的軍隊 來空襲 那麼如果他們全部 飛上去檢閱的話呢 要下來機場 再攜彈再上去呢 基本上已經太遲了 那所以呢 就只能夠要求他們攜彈飛行 而且大典當 而且大典這個飛行之前呢 更加所有的飛行員 都要立下這個絕密的誓言呢 就說 一旦這個飛機出現故障呢 就寧願犧牲性命呢 都不可以令到這架飛機呢 墜落在廣場 甚至是廣場附近的建築物當中 因為那裡有大量的群眾在這裡 嗯 而當中呢 就是最令人印象深刻 當然就是那句 我們只有17架飛機 那怎麼飛呢 飛兩次 這個就是當時周恩來的說法 就是如果我們 只有17架飛機呢 就唯有我們 飛完一次之後呢 就很快再飛第二次 那麼在去年的 70週年的這個閱兵當中呢 我們一共呢 有160幾架的這個飛機 那麼其他的火箭啊 這些導彈啊 更加就多不勝祖啦 那麼所以呢 其實呢 在我們 國家建立71年之後呢 我們有這樣的成就呢 這個相信都是 我們當時開國大典的這些先烈呢 從來沒有想過的 那麼最後呢 明天呢 就是我們祖國71週年的生日了 那麼我們希望呢 用一句說話呢 去告慰我們之前的這個先烈 這個盛世呢 如你所願 祝願國家繼續富強繁榮 那麼今集的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麼之後呢 我們再送上一些呢 去年我在70週年 閱兵的時候 在北京拍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祝大家一個慶節快樂 中秋快樂 拜拜 郭志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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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